今天的追踪第一线 我们要关注是台积电的雄本厂 在上个月底正式开幕了 这让日本的产观学界是高度期待 因为这代表的是日本半导体制造复兴 相当重要的里程碑 我们是与天下杂志合作 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天下杂志的资深记者林以玄 带我们看看日本如何借由台积电的雄本厂 来建立半导体的供应链 以玄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其实我们去纵观日本的产业发展史 在半导体振兴这一块进化启动的非常早 时间点可能是还早于欧美的 而日本政府为什么这么积极 想要扶植半导体产业呢 宜萱 其实日本政府真的是下了大手笔 它补贴台积电第一期的金额 就达到了4700亿日元 创下日本政府史上补贴单一外资企业的最高金额 那补贴台积电呢 其实就是希望以台积电为核心 养出半导体的聚落 但是肥水流落到了台积电这个外资 日本难道不会有意见吗 其实我们可以从一个数据看出来 为什么日本那么需要台积电 那全球半导体的十大公司 日本在30年前其实占据了半壁江山 像是东芝日利还有富士通 这些产业里头的人一定都知道 但是现在半导体产业的排名前10名 竟然没有半家式日本企业 取而代之的是美国韩国以及台湾 这是因为1990年代的时候 美日晶片战争 那当时美国等于是明里安里始绊子 再加上日本半导体拒绝跟上晶圆代工的主流 产业就衰败的很快 开启了所谓失落的30年 那这30年间呢 很多的半导体公司都把半导体部门裁测出去 或是干脆独立出成独立的公司 但是随着疫情还有地缘政治的影响 半导体的众生性不断的上升 我们在采访到有晶片沙皇之称的 日本众议员甘利明的时候 他就强调 日本需要有高端晶片的制造能力 否则会受制于人 所以补贴台积电呢 是希望借由外力能够快速补足 国内的半导体制造部族 我举个例子来说 Sony是雄本厂的大股东 那他那么帮忙台积电 其实就是因为他最大的竞争对手 也就是三星的手机感测计 已经进入到了28奈米 但是Sony还停留在40奈米 他想要维持世界第一的话 就必须要靠台积电来帮忙 所以这次半导体的策略 对日本来说是一定要成功的 好 其实我们看到 日本政府态度是非常积极的 刚刚雨萱提到 有很多的这个历史缘由 不过这次在跟台积电呢 合作的过程中有一项坚持就是 他们希望索尼必须要加入这项建设 这也让台积电跟索尼的关系 是变成了合作制造 宋妙琴影璇为大家分析是 这次在雄本设厂的过程当中 还有哪些的日本厂商参与呢 对 其实刚刚有提到台积设厂 从实物来看 有没有客户就是一大关键 那刚刚就有提到日本对于半导体 我们实际走访到了雄本的台积电 就可以发现呢 大概走路15分钟的距离 就可以看到苏尼的厂区 那iPhone的手机感测器就是来自苏尼 苏尼在全球的CMOS感测器市占 也超过了四成 那重点生产地就是在雄本 所以客户在这里 那未来的部分 其实车用晶片也会是很大的市场 我们有来到了名古屋做采访 发现像是丰田 本田 这些汽车大厂已经在全速的电动化 还有自驾化 那现在台积宣布要在雄本盖二厂 而且要推进到6奈米 7奈米 外界普遍就预测 二厂的主要客户就是来自丰田汽车 那当然了刚好是提到客户的部分 但是日本半导体的上游材料 还有设备也是一个很大的强项 也是很重要的吸引力 像是大家很熟悉的日本眼镜品牌 Hoya 它是台积电的EVUV制成 玻璃光照的独家供应商 还有发明炒菜那个味精的大厂味之素 它因为垄断了一个关键材料 ABF数值 被用在 这个材料是被用在台积电 帮辉达AI晶片的COA 先进封装制程中 所以也是很重要的环节 那这只是两个例子 那其实日本在半导体的材料设备 供应的定位非常的重要 那现在台积能够跟这些原料厂靠的更近 也预期会有更多的合作 好 而其实熊本厂成立之后 当然带动非常大量的资金涌入 经济效益是非常可观的 所以对于九州地区而言 除了科技业 我们最直观可以因此受惠之外 还带动哪些产业的蓬勃发展呢 我们继续请教以萱 应该最明显的就是地价了 因为包括九州还有熊本 其实它过去很大一部分都是做农地来使用 但是现在设备厂还有材料厂都进来了 我们有问到当地的农家说 它的土地已经价格提高了三成 而且在一些虚拟的预测指标上面 甚至会涨到四倍这么夸张的数字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交通 像是2023年以前熊本并没有直飞台湾的航班 但是现在一周就有高达19个班机 那甚至熊本机场要进到市区的电车路线 也为了这个做一些调整 有一个站的名字就直接叫TSMC 那接下来我们还可以发现说 九州的银行业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他们特别成立了一个联盟 希望在贷款上能够给当地的中小企业 更多的弹性 让这些中小企业能够去投资 最好是能够打入这一次的半导体供应链 成为九州的经济基础 那这刚刚讲的是比较在工业上的 但是在名声上面我也看到了很多的改变 像是熊本为了台积的家属小孩 就多设了两间国际学校 那我们还来到了光之森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理解成它是熊本的竹北市 那这几个月呢 也是涌入了很多的工程师家庭 带动了当地的餐饮 还有购物的商机 我可以举一个蛮有趣的例子 那我们到了台积电附近的汤屋的时候 就连汤屋的老板都跟我们说 最近多了很多的工程师 就会吸家带卷来泡汤啊 吃个晚餐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从机场到土地再到汤屋 九州并不是只有半导体发展起来了 而是各行各业都看到了这个商机 那希望一起呢 能够打造一个更舒服的生活圈 让半导体环境更加的永续发展 好我们前面聊了是在熊本设厂的愿景 还有商机跟效益 但是设厂之后也是有一些挑战的 像是台积电之前 在美国的Arizona设厂就面临到 人才不足这样的困境 对于这个问题呢 日本政府好像有一些相应的措施 来确保竞争力 所以要请教以璇 根据你的观察 台积电在熊本布局 是怎么样克服人才短缺的难题呢 对 其实像是讲到日本 我们常会想到它的少子化高龄化问题 再加上刚刚提到的失落的30年 所以年轻人本来就少的情况下 其实很少人愿意投入半导 半导体领域 但是这个情况下其实是有改变的 在查访过程中 我们有一跟当地的一个记者在聊天 他跟我们举个例子 他小时候呢 爸妈会跟他交代说 以后千万不要去半导体公司上班 因为半导体公司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倒掉 但是呢现在呢 包括这个记者的儿子 他自己接下来毕业之后 都是要到半导体产业去做实习了 所以这个大环境是真的有改变了 那关键是什么呢 除了年轻人看到这一行的潜力以外 我想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金钱的部分 像是台积电的薪水 就比一般的毕业生多了两成 那重金之下就可以找到人手 那本来九州是一个人口外移 很严重的地方 但是这种半导体进来之后呢 熊本的高砖毕业生 留在当地工作的数量直接翻倍 我们提到的日本的高砖 其实他就是这一次贡献人力的主力军 那高砖类似台湾的五砖 我们这次拜访的熊本高砖 他这所学校呢就扮演了日本半导体 种子学校的身份 因为半导体人才的需求突然大增 说实在教育界是有点跟不上的 所以呢熊本高砖不仅率先开 先开出了学生非常喜欢的半导体 导论课程 然后他还提供了非常多的 半导体相关线上课程 提供给不止熊本高砖 而是日本全国大约每年 会有一万名的高砖生 那他让他们都有机会 可以接触到半导体领域 而且目前熊本高砖的老师 也在协助其他日本的高砖老师 高砖学校训练老师人才 那其实这个是讲基础人才的部分 但日本政府也在大力的培养 先进半导体技术的研发人员 像是我们这次拜访了 熊本大学还有其他的 像是九州大学长期大学 现在都在新增半导体的学科 或是研究计划 最快下个月就要有新生要入学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的熊本有半导体被看好的前进 那也有年轻人愿意投入 所以我想九州细导重生 会是值得我们长期关注的话题 好我们在今天的对谈里面 从这个日本的过去 现在未来来深入了解 日本的半导体发展 真的非常谢谢乙璇 谢谢您 谢谢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